文化山的這個語言 紀國正無謀略的歷史 其實在半寸幾個月 都希望通過一連寸的展覽和講座 讓大家感受一下香港從幾何時 勝地一試的武林的狀況 亦都趁這個機會 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武術似乎是一種傳統東西 在一個新時代入面的作法之情況 我是不是記心香港的習近平 順便介紹了幾個感謝 中華藏術總管的總裁 趙息慶先生 接下來幾位都是我偶像級的大師傅來的 小林玉師傅 大師傅回來了 小林玉師傅 李剛師傅 武林師傅開始聽 對於香港武林的歷史 長輩等等 就要找他 周一堂堂堂的李剛師傅 今天我們整個流程 我會很簡單地講少少武術的國人朋友 發展那個生態 為什麼不講那個生態呢?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思考武術再發展是怎樣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想 其實在一個怎樣的氛圍 怎樣的生態之下 那個武術是發展得很好的 會是健康的 那今天我們是否存在著這些條件呢? 我相信大家先去思考你們是好的 關於整個香港武林的過去200年 三百年發展 趙息慶先生這一段時期 我想過去十幾二十年 都花了很大的心力去整理不同的資料 那一會兒他會有一個簡單的報告 用一個分奪式去瞭解香港武林在運用界面的發展情況 之後我們就可以跟三百年師傅對談了 因為他們就是第一線的 香港武林的活躍時期 就在不同的領域裡面 都有他自己的發展的領域 我希望在對話裡面 可以再帶大家去思考其他問題 我今天的題材很簡單 就是不要述法自己的心界的氛圍 雜中的名稱 為什麼說名稱呢? 其實就是有積可塵的歷史材料 事實上就是明代自由居哥的 譬如說我們以往講開 例如蕭林寺 大家想過的辦法歸總是蕭林寺 但是你會看到 講的歷史是一段一段跳的 其實有些資料 唐代有少少少 信代有少少 圓代有少少 但是真的多些 就真的要到明代 為什麼呢? 因為一切完 出現了那個時候 變成在不同的方法上 有一個記載做得比較好 我們已經明知了中心 你看看那個時代 武術的生態和氛圍 很簡單的一件事 大家經常都講的那個母字 這句話 大家很熟悉的 子哥為母 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有一張說法 子哥為母 通常我們解釋就是不打 就是沒有了 子是中子的子的形式去理解的 但是就用一個解釋 子是腳趾 但是當作動詞容 動詞容 變成在走著 而哥呢 那是一層兵器 一路走 一路在飛動的兵器的時候 這個才叫做好 所以 兩者有一個很大的歧視 前者就說不打 後者就說是堅要打 打才是沒有 大家可以自己去解釋這件事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給一個最終的解釋 我自己通常相信就是後者 打了才是沒有的 而另一句說話就是 文物相迫以有無疑 意思就是接近我後者所講的意思 就是說 文 即是人與人 文 或者動物也好 相迫大家要竭爭的時候有無疑 意思也是講的就是 如果你有鬥爭就產生一個無疑 你可能是一個武力 最初是一個所謂的武力 要再發展之下 一般都會有系統性的鍛鍊 由這個寄激以至養生 以至大家的相處方式 就是整個武術的作用 我自己經常強調 武術我視它為一種生存之技 打的時候要打 但是你打的時候 你身體都在健康上打 但是你打的時候 沒有人說每一次都會贏的 如果你跟人相處得容易的話 亦都不會說下下見他頭的 所以走回到內涵的時候 最後就是我們所講的 就是武德或者任何人相處的一個方式 所以交換了整個武術的內涵 這張照片大家見過 一個人的武林 又遇到一個恩子丹的英雄 FK很特別的 人的名字全部都是很古代的 即是姓夏侯 姓上官 諸如此類 我們要了解 世面 其實真是欲武的人 越走在文明的時候 就一定是欲得越少的 所以我們在practice 武術的時候 是執行的 是惡習的 是少數來的 所以老術的面相出現了 就是不同的樣子 一方一批是真是使用的 學習的 都要練 這裏是一批人 另一批 我想像的 那個可能世界 李師傅可以說很多 那些人是真是去練習的 但是他們會閱讀 閱讀的東西開很多內容 包括文件上面的 電影、電視 或者各種資訊上面 一個不同的認知 這裏是說 那個人真是來場大陸 但是他會想像中 記憶中的 一個武林的世界 那現代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變咒 就變成了我們所說的 武與運動的一個結合 競賽套路等等 這些是遠離我們不像 競技的狀態 競技的套路 或者健康做黑心的 這些我們可以簡單地說 是一些現代的練習 當然你看到我們這個武術的世界 變成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這個主題 就說明清的時代的時候 例如我引用Peter Lodge 一個研究武術的一個外國學者 他有這個講法 很有趣的 Peter Lodge 我認識他 在武術這個世界裡面 他是研究中國軍事的一個專人 只不過我認識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也有研究軍事歷史 在會裡面見過他 聊天 後來提起的時候 他在準備這本書 我才知道 原來他學過中國武術 又學過誘導等等 後來很多溝通 他有一個挺有趣的框架 這本書很細本 大家如果說 之後有興趣 可以找你看看 其實整本書不夠二百頁 但是他不把中國武術的傳統講了一次 但是他講的那個框架是挺好的 他講武術之所以能夠發達的話 要有很多語數的名傳 譬如說一定要有戰爭存在 我們民間有民間的鬥陣 如果軍用武術是一種的鍛鍊 民用武術是另一種 但是在中國的世界裡面 或者任何的世界都好 軍用武術和民用武術 他既不同 但是都有交流的形式 譬如說軍用武術 大家練一些練大陣的 我待會再講一點 在軍隊裡練的時候 就不見得個人的武力高低 有一個很硬度性的好處 但是那個鍛鍊的形式 依然是有用的 到一些 可能軍人如果有五之後 他退悟的時候 在軍隊裡學到的東西 可以扭傳回到民間那裡 軍用武術和民間的交流 會是一個重要的連數 有時看下一個政府的強弱 跟武術發展一樣的關係 就是說地方如果是越強大 中央越弱的話 武術就是輕盛的時期 就是說當你地方強大 中央弱的時候 因為地方要自己保護自己 就會發展出一些地區城的軍事部隊 或者好像偽造時期的所說 也要保護之類 變成武術可以扭傳在民間的多活態 會比較清楚 那麼 世間越亂的時候 武術的發展一定是越輕黃 之後我會講的一本書 我近來看了印象度很深刻 就是講的所謂的暴力經濟 那一陣子我引用了 鵝德爾森的一本書 會看到的 很有趣 那個名代的暴力經濟 因為呢 世界越差的時候 不同人都要保護自己 有錢的 你就會請一些護院 組織自己的部曲 沒有錢的 就自己學兩道 你懂武術的人 就可以通過自己的武術 就陌生了 譬如說做雕局 做這個護院 或者是做一些團練的教頭等等 所以你覺得 世間越亂的時候 你這一類這樣的行業就會多 那越多的時候 整動民間分為 那個武術的世界 比較豐富 如果中央禁的話 影響當然是大一點 如果中央不禁的話 所謂禁於遲 如果中央不禁的話 大家又會再 對武術的發展 又會有些好處 另外我們講巡代 那時候是普及 我們聽過的故事 進修天下兵器 轉成十二個金人 不是沒有了武術 只不過是大家轉了多 用手學的形式 另一個時代 元代也是一樣 元代有兩個因素的匯合 第一方面是政府禁 另一方面 就是元代也將膠的技術 流入中國 所以變成了 你禁了它用兵器 剛剛又流出一些手學的技術 好像這個膠 那大家不打 兵器 也不打拱頭膠 尤其是大家留意 就是地方 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武術體系 如果是一個交通風變的時代 地方的武術交流當然容易 我們講到 遲些講香港武林的時候 都很受惠於不同的流派 就是香港這個故事的 我們有這個壓力的提及 這些就可以快點跳下去了 像我所說的 軍用武術和民間武術 你本來練大隊 就不一定有好處 但是它都有提及到 就是說 軍隊裡面 大家都會亂 不同的拳法 作為這個肢體的亂量 都是有它的好處 這些我講了 跳快點 兩本書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一本是James Kong 《Commit Disorder Under Heaven》 《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ain Industry》 另一本呢 馬上會講多一點 Dale Robinson 那本叫做 《Adventus》 這本在講 這本我沒有 我的臉 你看看 在這裡 跳快點 好看的一本書 暴力與明代的日常生活 那時候 資料已經幫得很緊要 所以變成了 可以很集中地看 其實是驚詩的地方 我們看電視劇 這個世界 無論是哪個朝代 這個世界是很太平的 如果我們看《Commit Disorder》 這本書 它講明代 周圍都是賭策的 他一看完 第二月有很多史料去看 明代就說 地方收到一些稅 運到進去驚詩的 大概只有三成左右 其他全部的沿途都被搶了 你過到一個沿 過不到另一個沿 今天是一個盜賊 如無世界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賊呢 因為那個時代 農業的 因為人口的增加 土地不足夠的時候 大家便下草為寇 另外講 當時 明代的時候 還殘留著 就是一堆蒙古人 在一個兵師之內 那些人 大致上 因為他們人口的雙眼 你又不敢搞他們 因為始終他們是一個標寒的民族 他扭了 完全已經複裂了 但他們只有一個大居住 一般人又不敢碰他 他們又變成一堆惡人 回問 我記得有一次去西安旅行的時候 大家提起回問 其實從一個中國的武術的關係 都很密切 大家給回其他師傅堂 加上大家印象回問 都是好逗的 他們又在京師大大 那裡的洞 有一段 他講過幻觀的茶場 幻觀大家印象 就是身體殘缺的人 本來不是很理想的 但有些明代的時候 我們知道幻觀那個 乾淨的問題也是嚴重的 那很多人就覺得 做幻觀呢 就可以在市場上面 就節節上升的 甚至可以獨立大決 所以那時候 在京師裡面 或者周邊的農家 他會將他的子弟 就指淹了 然後送進去 他希望可以做到這個幻觀 然後有機會 就在那個蚊蟲上 就突圍 但是不是有人成功 其實可以被損害的 就很少 那剩下的那些 怎樣做 那些呢 那些呢 就叫乞丐 因為本身已經是一個 沒有什麼教育的 一個老虎的子弟 那另一方面 你身體也殘缺了 那個人形象 因為他自閹之後 都會有很多 很多的缺額在那裡 那有些呢 就自動自棄就除了乞丐 有些就墨草為痛 那又是另一堆惡人 那兵戶 那時候明代的兵戶 有很多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做兵 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有的東西都是兵器 最初的糧響 都是自己提供的 那有很多人呢 就是有兵的不義呢 就要嚴捕兵響 那你唯有呢 有什麼辦法去幫助呢 又去倒產 那加上那些暴快呢 我現在有個學生 他寫的石少律文呢 就寫明代的暴快 那暴快呢 就是我們經常都 這些都叫做 那些暴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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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兵營很多的富裕 那所以呢 那所以說 所有的加上 就是 所有的加上 就是這個是一個 盜賊與暴的世界 大家都是靠拳頭倚實的 那所以呢 整個命袋 就是我會想到 就是為什麼 我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可能看到 就是大家都是靠拳頭衛生的 那我們不要再看 大家可以認識的 例如說 海賊 海賊產生了一個 對立面 叫做團煉 那海之內的海賊 就不我們命袋 我們今天就 不單用倭求這個字 我們用海賊 用寬一點的用詞 意思就是日本是一小部分 最主要是帶中國人來 都是因為中國的海禁政策 這個世界經常有一個字眼 就是殺頭生意去做 蝕本生意去做 意思就是沿海曾經有很多人去靠海而生活 除了我們所說的土壘、貿易、船家、造業 還有很多周邊的幫他們做接學工作的人 幫他們做運輸的人 其實是很大的人口 政府說今天 這個人不會突然變成另一個行業 他可能會做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要找一個政府不容他的方法 同樣做一件事 那時候叫做合法 現在叫做非法 那時候你叫做靠海而生的人 今天你練了海道 政府下了一個新的淚路 如果趕得太絕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武力一搏 再匯合日本、荷蘭或者葡萄 而來的商或者道 等等就變成了當時的所謂海賊 面對著海賊的時候 與它對戰的時候 就出現了所謂的斷面 你想想那個世界 就是武力的恩子 心目中很強 政府上面的方法是很困難的 要不就招安 要不就打 當然也有人家流動的結果 我想立刻跟師傅說 加勞術的 立刻給他講 因為當時的話 主要我們會追到的源頭 在明代大概是從 我們今天所講的 越東地大 江西和福建地區 就是塔加仁那個人頭開始大了 也都開始流動了 也都需要用得 名取新的耕地和人生的方法 所以一直沿著這個 我所講的那幾個地區 也都去不同的地區 我們傳統的故事都講到 就說 加仁去到不同的地區 因為都是走路 有望而來的 那你要找到一個樂樂地點 要去營到新的話 那你呢 也都當然是牽涉到這個武力的衝突 也都在大家想像到 所以 我們看回 如果我們把少林寺 我們把去神秘化那樣 其實他的品質都是很複雜的 裡面的鑑索主 都是很多不同的人 那我自己經常拿一個例子 就是在青龍文初 文初的時候 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家 潘光大文義 他研究這個中 即是中路那個 不同的底層那些人的基因的時候 真人是一個研究對象 因為這個真人其實是社會很底層的 一份人 來的 智院裡面 很多時候的真人就是 有事就做真人 沒有事就懷促 聚集了也很多三教九流 浩賤分子 就是中經念佛的 可能只是一些小數 其實我們看回一些 當時很多的記載 在明代 那些真兵 即是他們打起來的那種 暴獵 之殘忍 其實也是我們可以想像到的真人 一定是 很多的背景上面 都不是普通的 食齋的 即是中經念佛的人 所以如果我們講 少林子之所以 那麼多故事出現 那麼多的武術故事 都是有關的 那麼多人呢 最後我們肯定有提及到 明代的武術 另一個 就是推薦的 就是印刷術劇出現 那文本 因為印刷術出現了 對於武術的發展 是很大的保存 因為就是說 好了 以往靠口秀相傳 今天我們可以產生到文本出來 當你有文本的時候 將以往大家口秀 可以任何系統發行出現 亦都有一個新的柳報的刊法 如果你看明代那個印刷的反省 包括了 即是如果看回你很有趣的 連道教那些師傅那些父 都開始用印刷去做出來 那不是我們看到 柳正英那種畫 是一些符可以印出來的 而你符都可以印宗教經文的原因 所以武術的經文 我們會看到 我們熟悉的那些作品 譬如我們聽過 武篇 當時我們聽過幾個重要的 講武術的一些成全的重要的作者 我們講的譬如說唐順之 我們講這個斥濟光 吳樹等等的人 都是受惠於當時的出版業 而開始將他們的作品做出來 亦都因此 這個作品裏面 我們會看到以往少見到的名畫 這些所謂拳經 拳譜 這些等等的圖像 大家終於可以學 所以武術 我經常講的故事 你們都沒有試過 我們那代人 這些師傅是自己去學的 我們那時候 就買了拳帽去練 我也買了拳帽 拳帽 練了一段 再大一點的時候 才可以跟到師傅學 之前呢 就有一群小朋友 我們就在那裡 弄虎出現 儀虎藏中 當然我們知道 效力不大 但是呢 對作為一個記錄 和傳播 效果是很重要的 更多更多的文人 譬如我們提及到 鄭若珍 或者斥濟剛 等等 他們就開始 對武術 更加詳盡的記載 譬如我之前所講的 這兩本作品裏面 他們兩個都是文人 但是呢 開始有提及 作品裏面 開始在講不同的家派 之前的話 你靠口袖相傳的話 這些所謂的家 就很難有一個 好系統的一個 傳播出來 到這個引賊出現的時候 亦都有文人去系統整理的時候 你看到光岩經略 或者是這個技巧新書 都開始提及到 有些名字去出現 後拳 這些名字開始出現 那時候我自己 初步的感覺 講假的是非常多 講派的是比較少的 派都是去到再近期一些的 一些作品裏 一些新的產物來的 如果我們去到 講多一點的補充 如果你看到清代的時候 如果明代 是受惠於 這樣的一個 一個氛圍 和一個社會的需要 武術得以大聖 去到清代的時候 這些土壤 依然都是存在著的 清初的時候 可能我們集中去看 當時反清的會門 平常我們所講的 是華北地帶的 我們所認識的 這張照片是 義王權 火山東一帶 就是有一類 反政府的組織 也跟武術有關就是大掛 而去到天理會的時候 後來所變身出來 就是我們所謂的 南少林的傳統 息息相關 所以這些反清的會門 本身就是一個武力的傾向 所以也與武術有關 而其他就是 因為地區的防護需要 射行 我所講 本來是一個地區中族的 一個教育的機構 從元代開始 已經建立起來 但是去到清代的時候 就兼了有一個武術的食材 意思就是說 你教得子弟讀書的話 如果地區自溫有問題的時候 就不如請教頭幫你交上去 所以我們拿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譬如是廣州 在第一階段三元起之役的時候 短時間可以動員到 就是過千人和英軍作戰 雖然用冷兵器 但是你都可以反映出 那個動權能力 是由社會網上才能做到的 其他的我們所講的 護院、標師、教頭、江湖平師、草莽等等 都在那個社會裡面存在 當然最後講到這個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家族時期就是 那個所謂的海盜問題 而整個廣東沿岸的情況 就是看到所謂左、中、右三路 而中路就是珠江、陸圍 就是受衝擊最大的 我們所認識的 就像這個珠寶仔 就是在這些地區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衝擊最大的地方 正正在每一步都是一些武術資料 亦都是團隊發展最完整的地區 所以我總結這個 講到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印象 就是武術那個社會的 這個條件 就在明清的時候 看到很大的需要 大家要自保 是日常生活的部分 在一個盜賊滿街的世界裡面 大家造賊的就沒有了 保護自己也是武力的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幫你去維持那個材料 亦都將自己的材料 都將它發展出來 等等這些 我用的想法 就不要述明清時代的那個 強大或者輕盛的背景 當然那個劍法 在新時代的想法 就是在當藍兵的起源 被取代的時候 當然是一個極大的轉變 我們會想一下 葉兵是說藍的時候 我們這些相片 當時張志棟辦的 湖北武術學行的時候 開始大家用槍 那鍛鍊的方式 你對比的一般香蕊 我們可以練這些藍兵器 甚至乎 這個湖北武術學行 他都開始請用德國的教官 他們都練身體的 但是他很著名請了 他的舒諾爾 就教了他們 就是德式的軍操 也都用德式的一個體能 對面的方式 那已經是一個大的挑戰 在香港時候來到 那我有一個很簡單的 如果我們想一下 可能如果 進入二十世紀的時候 這個氛圍 這個社會的需求 或者已經不再成熟 那武術學當然是需要有一個變劇 那以香港為例 馬上將這個線紛努 給趙明星繼續 那香港武衡又怎樣 繼承這個大的條件呢 香港的土壤之下 如果我們想到以前那個社會 就是舊的社會 是靠土壤的生長步驟 那香港的武衡 又在某點的畫面之下 發展起來 那我就有時間來交給趙先生 謝謝 首先可以延續 剛剛教授他講的一些概念 剛才講到的 文化的土壤和武術的文化 它是一個息息相關的一個關係 我們今天講香港武林 時至今天 二十一世紀 大家無論是從電影 從媒體 大眾的言論入面 還是經常用到香港的武林這兩個字 那武林的感覺是什麼呢 和江湖有什麼關係 武林的包含是什麼呢 我在座的一些師傅 麥敬辛師傅 本身也是一個機械教授 也是一個長期集權者 那算不算是我們武林的份子呢 所以究竟這個武林 它的土壤是什麼 它是單元的 還是多元的 它不是一些在香港 存在不同的社會結構 它互相重疊的呢 那這些跟我的發言人 會探索一些問題 首先很簡單的樣子 給大家一個歷史的框架 一個形式 香港的武術 從我的形式下 這個安林教授未必同意的 是分開不同的一個階段 大概從我看下去 是有五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們都不清楚 但是曾經香港歷史上 是在清初那時候 順致的空氣味感 有一個沿海遷階的政策 沿海遷階的政策 其實影響了香港 香港所有的人口 包括一些傳統的香港 已經有上幾百年歷史的大的種族 全部都遷階到中國 變成曾經是有 起碼二三十年的時間 香港是基本上沒有人住的 是一個風度 也都是沿海的 包括九龍 新界很多地方 也都是沒有任何人欠的 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的歷史重新再啟動 香港的人 香港的經濟 文明重新再啟動 是差不多說到在1680年代 到1670年代 到20年間 在清初期的 複階的這個概念上誕生的 在這個同期 香港本身的文化 香港本身的地域 我們是在廣東珠山角 黏著的最蘭嶼的地方 和一個小島 在這個基礎上 其實在300年前 開始複界 開始有很多 本身香港傳統的家族 和好像剛才講到 看到的客家 和其他人 慢慢逐漸搬來香港的時候 他們很自然 將他們本身原有的 武術文化 帶到香港 何時開始 沒有人講得清楚 但是 比較重要的 就是他們當時播放的種子 是令到後期 整個香港武術文化發展 提供了一定的施決的條件 包括說 講到文化的土壤 講到文化的那種領域 當時不同的一些群體 在香港的居住的環境 包括客家人 原來是 伊山居住建村的那種習慣 香港有一些來自於 福建 或者潮傘海陸峰 包括有些沿雲 沿海 甚至是船上 居住屋森棺 或者是香港 來自於廣東省的一些本地 比較大規模 開批的那些農地 也都令到他們 沒有發展上的那種動態 傳播的環境 到後來都市發展 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將晚清 尤其是晚清 1840年代 開始一直到1920年代 說這個是香港很重要 武術發展的一個枯化的時代 第二個階段 香港的武林的生態 初步形成 尤其是由1930年左右 一路到戰後 1949年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香港發展的歷史階段 在這個時間 其實可以說 我們今時今日 在香港 在中國 在傳統 大家講傳統武術的時候 有很多的詞語 是習慣了會用的 尤其是很多在香港 大家喜歡用的國術 包括早一點出現的國技 和和政府體育會相關的 體育和健身這些概念 其實都主要在民國時期 尤其是1930年代 一至1940年代 這十幾二十年的期間 通過廣州 亦都在小程度上 通過佛山 來到香港 所以這個也是 令到香港的武術生態 初步一個 某定的獨特的佈局 分開都市和農村方面 遲少少我會更加深入 不要再介紹 第三 應該說是新中國 在中國大陸成立之後 很多的人 慢慢就 也都慢慢慢慢 49年代 大量的難民 就從中國大陸 就搬遲到香港 同時 在很多的難民中間 有不少人的習武 變成了香港的武術文化 就忽然之間 在很短的時間裏面 有很多一些新的元素 和香港整個都市的佈局 包括很長時間裏面 可能只是保留在一個 農村階段發展的 例如 鮮之寶菲 非常熟悉的大坑 例如我們在香港的一些 好像是 鄂富林 和很多不同的其他地方 在五六十年代 受了這些外面 外面千人來的人口 形成了很大的改變 都市的環境 農村的環境 有很大的改革 第四個階段 可以說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功夫的黃金歲月 我講這個所謂的功夫 其實它包含的內容 是比較多元的 不只是我們講武打 不只是我們講武術 那麼簡單 它包含一些和功夫相關的 很多種種形式的 一些文化內容 尤其是以影視 由傳媒作為主題 還有一個這個階段 比較突出的一件事 就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通過影視 功夫這件事 是走到全世界 變成現在 今次今日 很多情況下 有不同的一些權種 包括我們在香港 紮根很久的紅拳 或者是榮春等等 很多時候 他們在海外的發展 比香港也好 比原來的土印也好 這個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還有港治功夫很蓬勃 和全球法的發展 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另外 第四階段也是比較值得我們注意的 就是這個黃金階段 這個黃金時代的出現 它本身背後的歷史是什麼呢 就是背後 它已經是有個 起碼三四十年 香港非常穩定的一種 和一直往上在提升的 這個習武的風氣 這個風氣到了七八十年代 那時候應該說習武作為一種 健身作為一種 國民之強 或者是娛樂 種種不同的概念 和功夫作為一種娛樂 一個很完美的一種混合 那做了第五個階段 就是九十年來開始 一直到現在 那就是功夫 大家熟悉的 慢慢走行走行走行 那到了時至今日 我們還有什麼生機呢 在講這個之前 我想簡單的 每個階段 用兩三秒和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階段就是香港武林的枯發 主要的現象 第一個現象是 剛常講到的 康熙至乾隆年間 香港大部分的村落 尤其是 基本上所有間駕駛的村落 都從港前開始在香港起建 隨著很多農村的一些人口 剛才馬鈴薯教授在他的演講裡面 都提到了 傳統武術的一個生態環境 它其實很大程度上已經托著陸村的好生活 而明清應該說是中國的帝國時期的晚期 其實明清也有不同的時間 整個國家都處於一個比較動亂 社會比較不是那麼安定 比較多駭鬥 比較多民間爭鬥發生的一個大的情況 所以民間自己要通過練武 也都未必是多人集武 一件事情 就是整條鄉村一起通過武備 去給自己一個先決生存的條件 很大的程度上 這個土壤在康熙至乾隆年間 是移植了來香港的 第二個比較主要的現象就是 四一年四二年鴉片戰爭之後 香港正式變成英國的殖民地 香港本來大家看很多宣傳 香港只是一個小漁村 當然香港不只是一個小漁村 其實香港幾個小漁村 也有很多的農村 也有些拿石村等等 但是主要就是說 四二年之後 隨著香港變成英國的殖民地 迅速的一個都市化的發展 隨即而來 英國在中上說 等地方開始建設 現在我們看到 香港非常漂亮的一些 英籍時代的建築物 道路等等 它需要大量的一些建設 需要首先石 去建很多房屋等等 變成 其實香港早期有很多客家人 來到香港 它主要的一個謀生的先決條件 是採石 變成很多 來自於粵東 五華這些客家的人 來到香港 逐漸就建了很多一些 比如說 李源門 沙基灣 這些地方 它有很多是前身 它是打石工人 這個也是帶動了 跟這些人口的流動 相關的母群的權種 和母派來到香港 當然都市化的發展的時候 也令到香港的經濟條件 逐漸提升 就令到有更加多的廣東 尤其是珠山國的地區 潘域 中山 甚至是廣泛地區等等 就直接和香港有這個人口 人口關係 所以在這個期間 也都變成很多 更加多的一些 早期重要的集合 開始會捕捉香港 如果香港還是保留一個 經濟非常落後的一個狀態 我相信很多早期的武士 並不會涉及到香港 與此相關 其實因為香港 雖然它作為一個殖民地 但它始終都是華人民法 一個很重要的延伸地方 也都是對外一個主要交流的平台 就變了很多現代武術的概念 例如1909年成立的精武體育學校 體育學校 1916年正式變成精武體育會 這些學校 或者一些新的概念 和白教授當時講到的 在生活民初的期間 隨著中國武力上 戰爭上 我們的政治上 貿易上 和外國發生衝擊 我們就開始有一個中西文化的很大的交流 這個交流涉及到身體上 尤其是以後全事件之後 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 開始考慮重新回顧 什麼叫我們的身體文化 有什麼是屬於過去的 將來的發展的道路 我們是不是有某些東西需要向西方做學校 變成精武體育會 中央國術館 等等等等 這些現代概念 就是差不多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也是隨著香港和大陸的經濟的貿易關係 慢慢地越來越強化 也收透到香港那裡 最後一點 在主要的現象裡面 就是 都市和農村的格局的形態 是更加清晰化 早期的一個發展 主要是以農村為主 農村作為一個 整個香港大部分的一個 社會發展主要的依託的一個渠道 以及武術也都是生透 在農村的一個社會結構 譬如所謂的一些 crops protection 當時有很多不同的時間 有很多東西會在村中 之間會有蟹豆 通過一些crops protection 或者一些和閥門相關的 暴快等等 不同的一些形式 是維護村裡面的一些秩序 很多時候這些村的秩序 一方面是官辦的 更加大的層面 它是慢慢的 但是隨著都市發的發展 就不只是有鄉村發展的一個生態 它有一個都市的生態 也都是武衛的出現 主要是一個都市的軟著 這個鄉村的一個生態 剛才說比較多 現在只是簡單兩句 譬如是有宗族流 所以很多廣東的武術 譬如我們說窮流塞里網 它這堂都是一個大的宗族 一個家庭為主 另外就是說 其實本身在清末一直到民國期間 它在中國華南地方 很多的一些武術上的爭奪 尤其是武術上的一些對峙 其實它村落之間的對峙 有時候譬如是土話之間 是可能不同文化的群體 或者是移植了香港之後 譬如下街人和潮習阿樂峰有 是不同文化群體之間那種武力的爭鬥 這件事它的文化生態 其實也是很大的程度上 是移步了香港 所以香港和新界 看到很多個圍村 而每一個圍村 有自己的雜貌環境 甚至它有承接了一些之前的門派 權種等等 譬如我們看到新界早期 二十世紀初 很多在北區不同的一些客家的村落 是有客家的權種 尤其是以這個諸家教 還有螳螂等等為主要的依託 但是村落的武術裏面 除了我們現在大家認識的 樓下的門派樓下的權種以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 是和清代一些比較正統的武備 或者是官方的考核制度相關的一些 所謂的military examination 這樣的經濟 變成我們在一些比較大的圍村 鄧氏 龍耀頭等等 我們看到很多的一些大刀 或者播放一些對武鬼的一些 武灰的一些行面 或者它的重工等等 變成了其實香港在過去 新界農村的這個雜貌環境 一方面我們有民間的東西 一方面都好像麥教授那樣說 是有官類的東西 兩者之間其實它不停在互動 在這個期間也有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 是開始來了香港的 譬如靈魂街 譬如流水 譬如現在大家給少人認識的 這個永春的鄧孫等等 和村落的武術 剛剛有另一邊的 都市的武術文化 在這個期間就慢慢發展了 剛才講到 香港的經濟 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人群 包括香港的武術 和廣東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尤其是和廣州有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 到了三十年代的時候 這個關係變得更顯著 但是由廣東市 由一些發達地區來香港的 主要他們是到時 不是進入農村的環境的 很自然就由中國大陸 到香港這裏的互動關係 有些是鄉村的 譬如客家 譬如一些在中國 和現在深圳的邊界那裏 本地的人群 他們可能通過陸農 直接在農村那裏 有一些直接的關係 但是從一些發達地區 譬如廣州、佛山、香港 很多時候 他們直接來到香港的市中心 當時的市中心 中尚岸、灣仔等等 變成了香港早期的武術活動 亦都有以這些地方 作為最主要的基地 同時 剛才提到的 新的武術的概念 譬如 政務體育會 它在1916年成立 來香港 只不過是 差不多是五、六年間 之後就迅速來到香港發展 政務體育會 開始籌備在1921年 1922年正式在香港成立 將很多相關現代體育的概念 也都隨即在香港發展 在這個奇觀 也都是說 政務體育會 它本身雖然是一個 由廣東人 廣東的商家 他們去組織的一個現代體育會 但實際上 它推崇了很多武術的概念 是以北方 以何北 以天津的一班武者為主 在這個期間 政務體育會來到香港 也帶了一些很有 對後世之後的三、四分 十多年到現在 都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一些人物 和一些權種 譬如今次我們做這個展覽 羅漢芬師傅 他成全的武藝 北方的螳螂拳 七星螳螂拳 他來香港的始祖是羅漢玉先生 本身是羅漢玉先生 他是政務體育會很核心的分子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最早期的總資 其實在第二階段 那時候已經博重了 第二個階段 香港武林初步的形成 今時今日 當我們講到香港的一些很重要的 所謂大的中資 譬如我們想像到的 黃飛鴻 劉世榮 我們客家權組很重要的 例如張禮串 林廟貴 北方的蕭林權的會章 太極權的其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傅正松等等 其實他們的影子 不是說他們所有人都來香港 但是他們大部分的權種 通過他們本人 通過他們家族 或者他們最主要的傳人 都是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時候 開始移植了香港的人 所以說香港武林真正的形成 其實我們在四九年之前 最主要的三十年代這一批重要權制 是他們是 端定了香港最主要的核生幾個權牌 所謂的武術文化生態圈 也是說是三四十年代到 開始逐漸的形成 香港的人口的基礎 在二十世紀之前 人是很少的 隨著香港變成殖民地 隨著香港逐漸的都市立法治 到了二十世紀初 香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經濟基礎 和人種的基礎 那不同的人群 其實香港已經是形成了一定的 它屬於自己的文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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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像是 因為它有一定的人物關係 因為它有社會的負責 因為它與人流通 那它反過來 很少就會去灣仔 去中環 這些這樣的地方 反而灣仔 中上環 這些是比較以香港本土人 作為基礎的地方 我們見到很多香港 來自廣泛地區的 譬如臨西域系統 臨家的學權 譬如是 來自佛山的域中權牌 他們往這些地方去接 因為他們有這樣的一個人團的基礎 有這樣的社會和文化的基礎 香港的武術文化 生態圈 從我立場 我的角度 就是差不多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 開始形成 剛才說到 在二十年代 港磁開展 聖母體育會的概念 已經開始滲透在香港 但是三十年代之後 更加重要的一個 主流的一個概念 是中央武術館 這個是 在一九二十年 由南京 張之光 將軍成立的 中央國術館 這個中央國術館 是變成了 國家力道 等於今天在日本的武道系統一樣 是要構建一個 符合 新中國民眾最強需要的一個 比較全面的武術館 或者國術的機制 大家在坊間經常講 國術有一定的差異 我們講國術 國術代表是什麼 大家的認識裡面 就是國術代表全國武術 但是其實國術 它的歷史 如果我追尋真正的歷史背景 國術一九二七年二八年 成立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發展 它會形成一個新的武術系統 不是一個舊的武術系統 而這個新的武術系統 是中國文化 中國的武術作為一個主體 但是它有很多的競賽模式 訓練的模式 包括包裝的模式 是採納了很多西方的一些概念 這個等於是延續了在聖母體育館 初步的嘗試之下 更加有系統的將中國傳統的武術 往運動化 往現代化去發展 所以其實我直接跟大家說 國術不是傳統武術 國術是重申於一個新中國 一個很合理的一個負荷 現代社會負荷現代人 生活需要也都是融合了傳統文化精神的 做新的武術的競賽文化體系 這個我通常講到文化生態圖 這個很快給大家看看 做一個比較 第一個圖是香港客家功夫的地圖 這個主要是以二十世紀 一路到十九世紀末 一路到二十世紀中 你見到其實今時今日在座的朋友 除非你客家人 或者自己說是客家權重 我問你是什麼客家功夫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陳幾何時 其實香港的客家功夫 是一個很主流的現象 你見整個新界沒有人推 你基本上找不到客家功夫 也都是很多在香港 九六一些客家的村落 也都是有很多客家功夫的傳播 相比較之下 我們見到二十世紀中 那時候 藍色的客家功夫 其實這個是2013年 2014年年初 中華國術組會 和香港明州 合作做兩個香港武林 我們要我們初步掌握的資料 畫出來的地圖 其實當時很多資料 不是太完整 但是如果大家看看 小的資料 我們看不到 只有藍色 基本上是客家的武術 香港的北方 包括大部分 九龍以北的地方 都主要是客家的地方 而香港島 和油尖區 客家的商量是比較少 而你有的是 譬如粉紅色 代表北方的武藝 這個紫色代表 是福建朝鮮的 福佬學佬的一個 武術的文藝圖 這個黃色 是代表朱山國的 廣伐的功夫 你看到其實這個很明顯 不同功夫的流傳 和他的文化群體 在香港的三角 是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最後一段我想講講 就是香港和廣州之間的互動 亦都當常講到 當時 今時今日 很多人講 國術的時候 有很多模糊 很多東西是不清晰的 什麼叫國術呢 究竟 譬如我們武麒麟 那樣說不出國術呢 我們龍師那樣說不出國術呢 從30年代的概念來看 是不是的 從香港的立場來看 這個國術是包容這些的嗎 為什麼這麼大的差異存在 主要原因我認為是因為 1928年中央國術館成立 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 第一次中央的國考在南京舉行 國考的期間 當時廣東的執政人參與了這個活動 他看完之後 就覺得這件事是非常好的 也是整個中國的發展需要的 所以他就很短時間 就將國術這個概念引落去南方 成立了這個所謂的兩港國術館 但當時在民國期間 整個中國有很多軍閥 大家的政權 雖然說中央有這個國民黨的執政 但其實他在不同的省份之間 他自己的那種政治穩定性 並不是很強的 當時那位光法很遺憾 他成立了這個國術館 沒多久就被推翻了 推翻他的是陳世堂 陳世堂就因為有這個政變 當然也很難說是否他故意不要了國術館 但無論如何就有這個變化 國術館就沒有在廣東那裡立足到 但是陳世堂本身也是一個很上路的人 他也說對整個廣東 對南方現代化發展 公義化發展做了很大的貢獻 對我們今時今日整個南方的舞台形成 這個體系 他也做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因為他是沒有吸納到國術的這個概念 變成陳世堂底下 他形成了新的武術館的格局 在廣州那裡 尤其是陳世堂 他本身是下家人 所以他身邊也培養了一幫很重要的客家的權師 例如白眉的張禮傳 龍營的林耀桂 包括龍營這個名字 方家內傳說 可能是陳世堂當時看過林耀桂 他演出之後覺得他是取其意 好像是油龍一樣 這麼沙漫的一個独態 所以取名一點 後來這個貢獻也用了這麼厲害 包括珠沐華南等等 方家傳聞 當時是陳世堂的重要鐵身的保鑣 包括林世榮等等 其實貢獻也在當時是陳世堂的保鑣 而陳世堂失勢之後 很多這些人直接來了香港 49年之前 大部份我講的這些人 已經全部留在香港了 所以本身廣州當時的武壇 可以說在30年代半至40年代半 這10年的期間 是整體很大程度上移住了香港的 包括我們現在香港在戰後 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蔡理佛 我們很多時候 香港蔡理佛最流行的是 以北勝為主 北勝的譚三年都在廣州那裡開始 所以香港其實是佛山 和廣州的淵源好深 最近通過很多傳媒的圈驗 我們經常想香港佛山 但其實不是的 香港和佛山有一定的關係 即使香港和整個中國都有一定的關係 但最主要的是華人 第三個時段 五十到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是很多今時今日 在香港不同的門派 是那個年代來香港的 五六十年代之前 我剛才講到 有很多很重要的權種 很多很重要的權師 甚至於今時今日 大家喜歡用人宗師 來到香港 但是 並不是今時今日 這個所謂的八花齊放 這個景象 這個八花齊放 主要是因為五六十年代之後 或者其間 隨著中國 發生巨大的政治上 和民生上 體系上的變化 很多人來到香港 其中有很大量的 是一些民間的武術家 和權資 大量的新的武術元素 流入香港 令到香港成為中華武術 至今為止 都是最集中的地方 都市之一 那也是有新的文化的佈局 剛才講到的 有某些村莊 某些地方 可能在五六十年代 是人煙甚少的 或者只是一個鄉村的地方 但是 除了很多難民的湧入 新紫陣的一個出現 香港的整個 整個文化的環境 和民國的區域 包括我們所謂的文化圈 有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香港的武術文化圈 和所謂的武術文化生態 亦都是接著一個 居時耐性的變異 另外一個很主要的現象 就是 戰後 香港就會有一個 隨著經濟的發展 和大量的一個 勞動的人口的存在 就變成一個 Entertainment 娛樂 就變成一個 香港很重要的東西 而當時某程度上 也是承接了民國期間 國民政府推廣的 民國通告上沒有自強 自強不適的這種精神 生討在功夫電影裡面 黃飛鴻順利言章的 因為他的弟子劉世衛 在廣州的期間 應該說是一個 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 也都是在來到香港的時候 比較多人熟悉的人 是根本變成一個很自然的大派 但是當時那些人找題目的 外界灣自己熟悉的題目 今天可能是榮春 當時就是王權 在這個大的文化體系之下 這個影響之下 黃飛鴻還被打造成為 跨國的華人的功夫文化 或者是華人文化的一個符合 通過首先是小說 隨即是廣播 包括收音機 然後是黑白電影 電視鏡 一直到現在 在這裏 說到這個所謂的武術文化心態 其實這個心態不是只有我們生活的土壤 譬如在農村那裏 其實確實有壓力的一面 我們居住的環境 譬如我們在農村那裏 會不會在農村那裏面的空間呢 如果是客家的山地 或者是本地人的那種原地 你因為你本身的地位不同 有些大一些有些小一些 有些邪一些有些弱一些 就變成你雜武的一些很多 技術之法 功法會隨即受到影響 但是除了硬的方面 其實很大方面 還有一個軟性的方面 包括潮流 今天這個潮流 可能大家喜歡練泰拳 喜歡練瑜伽等等 是一種潮流 當時的潮流 30年代 一直到六七十八十年代 是沒有一步功夫演 變成大家認為練功夫是一個很時常的東西 這是資深整個文化 武術文化生態的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剛才提到就是富豪的製造 香港創了殖民地 但是大部分香港的人 其實都是在國外出生的人 忽然之間到了一個 有些少少客居異地 自己變成二等公民 在一些非華人的地方 被其他人執政的地方居住 他如何去找到一件事 去營造自己作為中國人的文化身份 這個文化的符號 他打造很多時候是通過媒體 通過影視 甚至通過一些戲劇等去做 當時黃飛鴻種種原因 是凝聚了這些所有的東西 最主要一個符號 這個電影和雜保的文化 有一個很好的融合 同時這個新的文化空間 剛才提到有軟的方面 硬的方面 硬的方面 就是因為香港很多人 不夠地方 沒有管 走到街道 我們現在跟很多師傅聊天 憶述他小時候的成長環境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他是怎樣學到的呢 可能他的師傅的醫管 是這麼大的 但是街道上 當時的秩序 就沒有現在警察換得這麼嚴重 你隨便在外面打工夫 沒有人來的 比如看我們在灣仔的藍屋等等 林振輝師傅 可以憶述他年輕的時代 他成長的時代 其實藍屋可能外面 經常都是很多人在練拳 是灣仔的 就是街市外面 但今時今日 我們是很難想像的 隨即就是大家熟悉的 貼口武館 也都是講了其他 那一路到六十年代末 尤其是在五十年代中之後 中國極左的思想運動之下 中國慢慢和香港脫離關係 香港和中國的武術交流 也是在那段時間中終止了 那變了之前很多這樣的概念 香港是由中國那裏拿回來的 譬如是徵工體育會的新武術的概念 武術、國技、運動志強、健身學院等等 國術 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 香港和中國大陸已經沒有這種流動 文化加勞關係的時候 香港人要重新給自己一個定位 什麼叫國術 一直到1969年 香港的國術館、國術總會正式成立 開始就是香港人給自己一個新的定義 什麼叫國術 這個定義和之前之後 中國其他地方是不同的 有香港特色的 第四階段大家比較熟悉 我們也不花那麼多口袋去講 香港的獲金據歲月時代 主要是媒體、電影和功夫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很流暢 很互動的一種重環關係 但是其實到了這個 第四階段的末期 也就是說八十年代的中期 當電影事業還是繼續走向新的高峰 繼續打進全世界的港城 其實這個武術的生態環境 天台武門已經基本上不存在了 慢慢的武術走向於一個工廠武門 工廠武門其實存在的時間也很短的 變成了香港的武術文化 開始解體 媒體的文化走向一條路線 真正我們是演習者 無論像是善師傅打擂台的 或者我們平時是民間習武的 和這個影視伴伴 開始沒有太大的關係 也都是令到今天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為何沒有新的無法認識 這麼多武衲片 為何沒有無法認識 有這個這樣的原因 最終我想快一兩分鐘講一講傳統武術的這個跡量 九十年代開始 大部分的武門倒閉了 我們現在香港很多最主要的師傅 很多權種 還有重要的一些主要的成全人 在香港的成全人 基本上是達到零的了 如果你是很幸運的 你有二十個學生 有很多你沒有五個學生 有很多他是姻緣 有很多他全世界都到處跑的 因為他所有的學生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有 就是在香港 這個香港普遍存在的一個大的現象 九十年代到現在 一天被你負責 媒體 影視媒體和所謂的香港的國術界 逐漸的脫離 形成獨立空間 過去曾經存在多樣化的這個武術生態環境崩潰 武術文化圈迅速地在萎縮著 因為我們受到很多新的武術 新的經濟 包括台拳道 空手道 有到BJJ MMA等等的一些挑戰 那麼我們的存在空間 越來越收縮 傳統的門牌 甚至是有很多重要的權種 色名 或者我們已經認識 有些已經是百分之百 基本上找不到 已經滅亡了 但是這麼絕望 在我把我和其他師傅分考之前 我覺得有無環百分之百 我覺得現在香港 乃至全世界 包括中國 我們都在轉型之中 我們要探索 要回顧的 在一百年前 其實以和屯 事件之後 很多人覺得中國武術 在新的中國裏面 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 因為它代表了一種過去的辦法 神法 刀槍不入 符咒 科學 沒有一個合理的身體 沒有一個好的訓練的方法 大外 之大 中國所有的衛病 都是武術 是代表了這個 但是我們看到 隨著精工體育會 隨著馬糧 新武術 隨著不同的一些重要的 中國民族體育的思想家 尤其是張書剛先生 他們慢慢地把傳統的武術 由靈散 由民間 由一些 已經是逐漸被社會排斥的樣子 變成一個國循 變成一個國術 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可否可以回顧這個歷史 他們的一些想法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傳機在這裏呢 武術文化的生態 無論在香港 在大陸 正在有改變的 新的空間 慢慢地浮現 這些空間 可能在十年之前 我們是想像不到的 這件事其實和整個大的環境 包括亂合光 包括傳統性 我們慢慢地 所謂 重視非物質問候遺產 是有關係的 以前大家沒有覺得 這件事是一個文化 現在大家對它改觀 覺得這件事是文化 旅遊發展 旅遊發展 非物質問候遺產 武術由以前的競技 民間的表演 慢慢上升為一個學者 中國武術的出現 剛才麥敬辛教授和大家介紹了 就是明清時期 是民間武術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主化的期間 我們講當代的民間武術 要找根 我們必須要從明清講起 但是中國的傳統的武術的存在 它有千百年的一個歷史存在 我們有文獻記載 上課周代和現在都有 我們最早中國的著作 關於武術的著作 我們春秋戰國時期 我們在漢代西漢東漢都有不同的著作 而這些著作 很早就已經是將武術提升到學的層面上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 中國武術的發展 其實在戰國漢代之後 尤其是唐代之後 一路就是下降 宋代之後一路就下降 一千年來我們的武術是民間化 處理一個學習的環境 處理一個比較高上的文化 文人不武武人不武 這是中國的武術 近幾百年名稱以來 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清代哲學 今時今日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學校 包括今天我們遊行 跟中文大學合作在這個平台 一個香港最高等的學府 和大家分享我們對香港的武術法治 歷史的一些想法 就認為大學現在也覺得武術是值得研究的對象 它是有資格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還有今時今日 越來越多人講本土的文化 這是和全球性 大家越來越重視所謂的小眾文化 非主流文化 所謂的非物質文化相關 這個香港普通文化 功夫是佔一個很重要的比例 隨即的就是 二十一世紀 只要用科技套進去 傳統文化的紀錄成全 和發展方面 還有就是 香港的功夫電影 拉著全球的功夫電影 也是保留著這個瓶瀑的新的東西 雖然我們沒有新的武打明星 但是大家還在尋找中 只要有一個年輕人 他可以承傳傳傳統的功夫文化 也有這個舞台的前景 我覺得他是可以的 變了其實 有危必有機 我們見到功夫旅遊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眼光是見不到的 這麼多不同的門派 你可以問一下 李天來師傅 周江東加唐洪權 東加州加唐洪權 在香港認識有多少 現責人有多少 到了英國你問一下有多少人 到了荷蘭有多少人 那有多少人 他們認為他們要尋根歸祖 他都會回來香港的 每一年有多少人來呢 這個是英國橋總 大勝劇法那裏有多少人呢 我們洪權有多少人呢 我們洪權有多少人呢 詠春不用說了 有多少人呢 其實香港每一年 由外國回來 尋根學習的外國人 不是一個少數 但是大家沒有留意到這個 也沒有一個集中的平台 時至最近 香港政府也都慢慢地 認為隨著 對功夫一個新的定位 認為這是香港文化的標誌 這個是和以後香港的旅遊發展 是有結合到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平台上 也都是中華國橋總會很有份 這幾年 譬如星光大道 2009年成立第一屆的 香港國際功夫戰 在2015年開始 我們每一年 客家功夫文化研究會 和康務處有一個定期的合作 客家麒麟及功夫遙克剛 這些都是對大眾 對外對西方來香港的有限 香港的一個穿存的平台 功夫同類是可以結合的 我們看到國內已經成功了 隨著香港功夫的電影 利用打造包裝中國的品牌 少林子武當 因為功夫這件事 每年想去數以十萬 數以百萬計 香港應該做不到 因為大家不做自己 非白身文化遺產 這個工作 現在已經進入了 信譚之中 和功夫相關的麒麟文化 首先已經被列入圍 第四批國家級非白身文化遺產 我們現在 武術界的一種朋友 我們共同的願望 是通過我們的研究 通過我們的活動 通過我們的展覽 通過我們的講座 通過對大家的交流 逐漸讓大家認識 其實香港的非白身文化遺產裏面 我們的傳統武術 是佔領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佔領很大的比例 也希望慢慢地 將這件事正式歸入系統 梳理不是說我們香港有多少個目牌 而是我們非白身文化遺產裏面 我們具代表性的一些系統有多少個目牌 武漢今天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其實現在在香港各個不同的大學方面 都正在進行這些和傳統武術相關的研究工作 大陸就更加不用說了 麥敬申教授 其實我們都是同門 大家同門 也是共同的武術和武學的追隨者、演習者 我們和浸會大學有一個合作 我們是做香港和香港相關的武術的非白身文化遺產的研究 重辦工作 這個工作只是從進行之中 今年我們起碼會有一本書會結實 香港大學 我們現在已經是有一個正式的accredited的一個 course 是在一個本科新的課程在推動輪 這個現在是香港第一個中華武學的一個課程 城市大學和它以高科技的合作 我們現在只是有一個客間功夫300年的生活體展覽 由去年10月27號做到今年2月28號 我們暫時的計劃是每年都會做到這樣的 香港BU和10X實作做過這個講座 這一年2009年到現在 我們每年起碼和功夫主態相關出版一本書 武學這件事 香港慢慢的建立你來 作為本土文化 其實我們想到很多東西 和功夫都離不開了 我們講傳統的結束文 香港歷史的結束文 其中第二批最多人去談的 最多人為了關注的 關注的南屋 其實他住得最長 他的歷史淵源最深 是林家 是林世榮家屬的 林家洪拳 到現在為止 去到南屋 除了看到藍色之外 除了看到藍色之外 就是看到林振田衣本 鐵打 紅拳 這個招牌 李小龍 乃至更加多過去未被人重視 但是現在開始越來越多人 意識到香港普通文化 一些很核心的東西 譬如說教功夫 最後就是功夫和科技 這個位是李天樂師傅 傳統功夫 我們用新的科技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紀錄 但是我們也有這麼大的延伸空間 現在大家在看的是客家的紅拳 客家紅拳在香港只有一個演習者 黃東銘師傅 我剛才說到幾樣東西 無論功夫作為一個旅遊 到現在我們用科技 都在大學揭露武漢的學科 其實都是一個 爬門起步的階段 過以後我們可以走到幾遠 是一個未知之數 但是我相信 只要越來越多人參與這件事 關注這件事 我們將來發展的空間 應該是無限的 所以值此機會 我也想邀請幾位師傅 或者我們簡單休息 兩三分鐘 擺一個位置 請各位師傅上臺 和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見證香港武林 這幾十年來的一個變化 和從他的角度去看 香港武術今後的發展 路向如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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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再很簡單 和大家介紹一下 坐在我們身邊的三位 我先由史詩虎開始 史詩虎我想很多人都熟悉 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缺望 就是 史詩虎其實他的武術是比較有趣的 因為首先他是大聲匹交 現在很重要的成縣 所以他首先是連傳武武術 但是同時 他也很早是報入局術擂台 盡身後來打泰拳 現在也是泰拳 泰拳理事會的一個副長 是的 還有史詩虎本身也是大聲匹交官 和影世界有很密切的關係 就變成他一個人 其實就戴很多的帽子 也涉及到傳統的武術 搏擊和電影三個範疇 中間的李剛師傅 大家可能認識別人 不是那麼多 但是我們武林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複的理由 為什麼 知識遠駁 從我一個角度 我覺得李剛師傅 是一個很自然的 基本上是問任何問題 他都有答案 所以我是非常尊重的偉獎 李剛師傅本身是福建人 他承傳的武術是 南方其中一個淵源 最久的福建永春霸學拳 其實李剛師傅 對我一個很得出的理由 他是文經生教授 剛才是介紹過的 武林鐵筆 數幾十年來 除了一方面 承傳傳武術 另外一方面 都是評論 以及幫大家留下很多重要的紀錄 不只是關於會出白學拳 也都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門牌 所以很多武壇方面的知識 我們都是不能夠熟的 第三位 也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 李天羅師傅 李天羅師傅 這個提搶者 重要提搶者之一 十數年前 開始在功夫國那裡 組織定期的客家功夫 和對外的宣傳和交流活動 變成最早統籌不同 客家謠派的師傅 後來進身成為客家功夫 文化研究會 成立的會員和召集人 所以對香港 大家保留最和我們傳統的武術 可能最接躍最深的 其中一個客家功夫 李天羅師傅的共同非常大 好的 我的問題是 我和教授 我們會做partner 律著去問 首先我想問一問 李剛師傅 剛才我講了我對香港武林的形式 但其實因為我所有的形式 都是通過跟你們的對話 或者看書籍等等 不同的資料回來 我沒有親身經歷過我 如果我問你 香港武林為何武林 香港武林尤其是 50年代到70年代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 我接觸武林 都是60年退創 1961年才出來 一出來就開始有功夫 這幾年都接觸到武林 當時的環境 自我所知都是傳統的 農村農業社會的性質 武官 天盆是最多的 就算你租層樓 都是同樓多 但是你現在這樣的 當時的民間房 那些通訪也多 就沒有地方來練習 天盆很準 當時的武官文化 最充盛的 你又有省師啊 長兵的事情 都是這樣 當時的教育功夫都是一個人 所以那間館 一間師傅 一間館 一間師傅 然後才進去那個館派 當時的總局 總局來說 香港武林 都是這樣的存在 我們近年的電影發展 大家也有一點點浪漫 比較喜歡想像過去的 香港武林 從一代人中司 和其他電影 都涉及到這些場景 那你覺得這些場景 或者大家 今時今日的一些幻想 言論 關於過去的武林 和你們真實見證過 經歷過過 有什麼出現呢 我又 就跟大家說 不可信電影那些事情 電影的功夫 報告 宣傳 大師 那些都是作出來的 都是書出來的 現實的武林社會 現實的武林社會 有些拳館 不是這樣的 很辛苦的 救工夫 有很多功夫 有很多很辛苦的事情 大家玩了辛苦 但是救工夫 第一 為了興趣 第二就是前世 希望中司 教育那些門派功夫 一旦一旦傳下去 每個人 都為了興趣中國文化的一種 持了這樣的心 就好處 為了賺錢 或其他東西 就好處 所以當時的師傅 未學功夫 適合鐵打 一定適合鐵打 是幫助自己的生意 這位 你不敢想 就可以貼進去想 因為剛才 李鵝師傅說的 就是 城市的武功 就多了一點 李鵝師傅 承傳那個就是 客家的功夫 我們印象中 客家人 都發了緊密的問題 又要穿落到中心 去挫室 那時候他們的傳播 是否都是依反自己的客家人 做主體 是不會不會 好像我們這樣想的 會不會是 不是幾外存的 只是客家人才存的 還是已經很開放 做事 其實 其實阿交人 由於是 本身是北方人 是五次 下來的時 下來的時 不是在途地戰 下來了 下來了一個地方 那些特別呢 清朝的時 在佛交之後 還在香港 有很多 村民的功夫 很多都是由上面 打了到香港 其實 當時 實際上也不是很多人玩功夫 之後有些旅行界教了之後 教了自己的恥職 也不是自己人 不是自己的村子 都不會去教的 有些就比如我們那個村子 沒有師傅 我有錢 就請一些其他師傅來教 好了 但沒有錢也會這樣 就看看可不可以去人表達 人家會被生虛 氣體後面就有七千關禮 這樣學花多一點 這樣再這樣學 早期客家出路的官夫 那時候 我想起這個問題 如果城市的武術傳播 就容易交流一點 但原來我和趙先生 我們都是看紅拳員 紅拳裏面其實有很多 不是紅拳的元素在這裏 譬如你一聽名字 就知道我們紅拳裏面 居然有劈掛丹刀 是掛丹刀的 不是我們的 我們有崩暴拳 崩暴拳 不是我們的 這位的 崩暴拳是七千關禮拳的 會納入很多元素 如果客家 這個武術 會不會因此 都說 會不會是自己內裏 那個系統很完整 就吸收外面的東西 相對是小 會不會是這樣 那家人的功夫 就很土上 就不會 譬如說 譬如說 手指的瘋子 之後 你知其無鬼病之類 手指的 就變成了自己的系 那樣 就是做自己的功夫 譬如說 另外一家功夫 譬如說 我有一條關 還沒有教給你隔離村 還沒有教給其他人 所以形成 你試試看現在的現時來說 外面的很多書 很多教育功課的書 有兩家教育功課的書 有哪一本呢 你有沒有看 反過來 講到這裏 其實我都想問一問 其他兩位師傅 李鐵羅師傅的講述裡面 下家的村落 那個生態環境 是相對保守和風味的 你不是下家人 甚至你不是同一個聖事的 你很難用來 你學不學功夫 那早期的香港 我自己的概念就是 香港在一個移民的都市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地方來到香港 他有不同的群體 有不同的習慣 有不同的習慣 有自己的方言 好像是福建 李光師傅那裏 或者是 錦德海 他們本身是何不仁 他們來到香港 他們找到學生 會不會都是以他們本身 福建 或者是何不仁 為主 我們師傅也不會 但是有用的 因為我們講的那些風言 福建語話 本地人就不會聽 還有一些名詞 是用那些本地話 去解釋 人 我本身在廣東海 也不會 所以從中很難溝通 所以本地人學習得多 本地人學習得多 潮州福建 河樂風的那些 萬能藝人多些 到現在 你講動話 講得很流利 我現在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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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用的 就是要用的 如果看到很多 看書 和學習 就比較容易 將名詞 動作 那些意思 解釋出 所以你現在的學生 他在福建 又很少 現在反而很人少 得來很多 所以有時候很難的 是講那個興趣 但他本身學生 對那個門工夫 有沒有興趣 要研究 那道士師傅 或者你講一講 你跨一代 因為緊得海中 才會再跳一代 我師公 就 什麼人要受益 他最重要 就是你有興趣 有興趣 習武的人 他就 會教你的 沒有規定 你是外省人 或者是 廣東人 你也會不會有 一個障礙 他 有一點 可能 就是 他在北方那邊 就是 不容易 就這樣 相當 後期之後 都 有一點 不淡的 廣東話 但是 突然 就 他在這製造 拜怪的東西 沒有想 我們聽來 你學得禁忌 你肯定 鼓勵我們 學多些武術 其實這個 我以前 我小時候 都以為是這樣的 你學到洪拳 你就不可以學其他武術 但是 我跟 我學洪拳 師傅就說 你要學多些東西 你不應該只學一門 但是 有其他禁忌 同門意思 這些就是禁忌 還有其他禁忌 通勢 通勢 根本來說 本身的師傅 那個問題 以前 很多師傅 比較高手 你 跟得我學的東西 他又不想你去學藝 但是 每一個人 每一個師傅 大部分 他都會有這樣的手法 但是 也有些師傅 就比較 大方形 那你 學得我的音樂 如果你有興趣去學別的東西 你都可以去學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有想起 我們沒有想 大家想像的就多了 所以呢 因此我們想起 就說 在外面 只是從一個禁忌的角度去看 我們近時 在劉嘉良的紀念 就講了很多武館禁忌 禁忌 禁忌的另一個 我們都想起 可能跟我們有很多 吳甲斌 例如說 李師傅說的 周嘉宗 或是藍堂 我整個印象 都不記得 是大隻佬 為什麼我小時候 我功夫名聲 我給他看 叫做狼網 他學書 很大隻 其實 這些是我們心目中的謀悟 除了說這些 我們常常以為 連這個 林同學的大隻佬 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 你覺得 適合這個機會 釐清一下 我們那門 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這樣 藍堂樓 被人看起來 真的好像 衝過 因為 大部分早期的客家 有 好這家公園的事 但大部分都是 比如有 打石 有船廠 本身我雖然還有 那些大隻 是不是 這家公園 初期是不教外人 我私風流水 在清日文中我多年之後 他個人很急忙 所以把這家公園 就 不是 下家人 你有外人都教 所以形成了 同款 美六傑 那裡之中 六個之中 有四個外家人 是新婚人 他還將 那個 掌頭位 還給 不是下家人 做掌門 所以他很急很大 至於 你說 為什麼大隻呢 其實你說 就是 我們學院的時間 是插手 對撞 因為 光 所以 會大隻 插手 對撞 但是 你玩路上 一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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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 要避免的時間 觀法 和形法 一起去 所以 怎樣背後呼吸 怎樣浪費 那些膠容 怎樣收 是再做 他們會發力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 就不要不打 每個人都在陀螺 說大大隻 姐姐 不要給我 那些膠容 就說 你現在要去膠容 你現在要去膠容 其實 我師父 我師公 我有幾個叔叔 人家出外力 打敗 就跟二師叔 他本身各個都 嗯 陀螺 那幾個人 好 要瘋瘋瘋 因為 玩功功 玩得不上一段時間 我一直想到 如果要玩 那些膠容 可能就知道 他還沒有收 這個 這個我想 大家都有什麼印象 大家是說 以往的印象 就是 紅拳是大隻佬 那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紅拳 就是有位前輩 趙智玲 就是大隻佬 他做了很多電影 那時候 呈現了這個印象 就好像 各系趙系 好像潑軍 那些全部都是大隻佬 那我印象給 紅拳就是大隻佬 那大隻佬 上一段都不是的 那你也想想 劉家略是多大隻佬子 那其實呢 我自己學來練 我的印象都是這樣 因為 譬如我們打一套拳 譬如一套喬風 絕過一套拳 你打完拳 差不多一百八十幾成 你扭 八十幾下馬 你基本上 每一個動作都要轉身轉馬 因為沒得肥 沒得太隻 就練了 不過 這兩位師傅在這裡 可以轉一個角色 我一直都強調 沒有術 沒有術 全都沒有術 我們都講打 現在我們就不能打佳交 其中一個大的出路 就是打輪堂 一個就落場打 一個就 木島就相當不少了 我看的時候都已經很遲了 我看的時候已經是八零年代 那時候已經是泰式輪堂 但是這兩位那時候已經是 就是看 就看得慌了 落場又有 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 港式的角術擂台 就是大延年代 那個地方現在變得很 就是 通常打的地方現在變得很 就是一個樓杂盤 是不是 是拆了 改建了 是新的 以前那時候就是在收藤 收藤球場那時候是舊的 是七十六 六十 六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當時就是 就是其中一個英雄地 收藤之後就是在醫館 是不是 醫館那時候沒有 不是那麼明明 九龍的醫館 九龍的木花神 那時候也是叫醫館 我們叫九龍的舊醫館 就是現在我們在火車橋旁 已經剛剛建了一個新圖宅 那時候就 我最初去的時候 就不是看這個角術力 就是那時候學界的籃球比賽 就是通常在那裡舉籃 但是呢 就是那時候有一些叫 矮省的擂台 跟我們今天所說的擂台 是一樣的 李師傅 見不少了 跟那時候那些角術擂台 給大家知道 他叫紫燒六十年代 開始打到現在 中西也打過 那紫燒講到最今 其實 我第一次 那些角術擂台 和自己打擂台 和自己打擂台 呢 就應該是七 七二年 七二年開始的 那以前的角術擂台呢 就是 兩呎都高 是沒有性的 那個面積大概是三十呎 三十呎都高 都大 很大 很大 那時候呢 是沒有性的 就是旁邊 那邊位呢 就碰到一些 踢到那邊的 那些 那把蝦呢 那條夠打的 就越騙了下台 或者被人撐了出 然後又有 就是這樣 他六層有三分 那六層又掉了 撕了三分 那時候 當時通常沒有的 但是 如果我們今天來看 看完手好 或者是上了擂台 那些訓練 就科學很多 就是譬如說 營養 甚至乎 健身軟體驗 就是針對擂台的 一些技術 大家會不會重點 立刻訓練 那個時代 角術擂台 如何訓練 那時候角術擂台 每一門 就 都有它的手法 那時候 那時候 他打擂台 就是 站了出去 就是 已經是標榮了 你 是哪一家 那首先 你先買個裝 就算 未接中 那時候 你也要買個裝 那 大家雙方 就是 那觀眾 一體驗 這個畫 吵 這個畫 還沒出來 因為他 很注重那個 那個人家 那 後期 就沒有了 就一直 一路一路 轉變 這個 由角術擂台 那時候 一路 轉變 打打 就變成 持人搏擊 那個時代 我想 那個時代 就是 打到擂台 這個獎金 也不是今天 那個時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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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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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分金 銀 圖 三級 其實根本全都是同牌 只不過你銀牌就買些銀油噴進去 金銀 金油噴進去就是這樣 所以分金銀 圖 三級 後來我們覺得應該要給點獎勵 銀牌真的用銀打造 金牌就在金補做的 因為那時候開始都挺流行的 找些人贊助 贊助的 那時候不需要很多錢 因為那些金錢也不太貴 那時候應該是二千元 二千元一 二千元一粒 一個金牌都是半兩重到 所以真正的錢不是很多 最主要根本就是那個意義 還有你喜歡的東西 應該不需要說什麼 有多少獎金 多少成功 那時候就真的大家想見到真相 大家知道練到沒有的程度 是的 想印證一下自己所學的東西 還有到你那時候 你一邊去練 你玩功夫 到那時候你想去看自己去哪裡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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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就不懂武功的 不過我很輕輕地聽你們說 我跟你們說武功 原來用地怎麼分呢 我們想起我媽媽 我媽媽現在八十六歲 其實她在灣仔長大的 她經常跟我們說她 她從小就跟林世榮學武功 他學過林世榮那些水狼拋除 這是給我們看的 我覺得以前可能學武是一種健身 她說阿公小時候幾歲就扔他們去 今天師傅說她沒有功 到現在八十六歲 她現在學到什麼 她打太極的 那就是把師傅講堂學權 或者講很多武術 我沒有聽到大家講太極權 其實太極權在香港中 我爸爸經常說 在會不會打那場比賽 我聽說香港武術 都要講太極權 因為太極權 特別現在很多老人家 我先生都說 經常都在家裡 見到大家的臉權 我媽媽就早上去打太極權 太極權 其實這種武術健身 我從我媽媽的身體 看到她現在很健康 我覺得她是小的 所謂跟林世榮學權 到現在沒有太極權 其實武術對於健康 健康這些 這個作用是否值得講 我想這件事給你笑 今天沒有講太極 純粹是安排問題 我們完全沒有 太極權在香港社會上的影響力 只不過這次我們安排 是三位師傅 有機會我們就安排太極的師傅 不過師傅說之前 很簡單一句 我們的中師全部都很長 林總師傅過百歲才餵小的 趙教師傅都九十幾歲 每個都很長命的 剛剛這樣說 師傅都九十幾歲 每個都很長命的 所以練武是絕對有好處的 不過李開師傅說 或者我插一句話 你剛才說過我之前 其實說到太極 是一個很重要的要點 因為香港曾幾何時 整個武術的發展 八家齊房 太極不算是最早 但也是比較早的一個權種 進來香港 香港其實 我認為 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太極權的所謂 鄉生化 在香港都形成的 我們在香港有一個土壤 令到楊家太極權 走音上樓成的那裏 例如你看看 香港其實很多現在的名人 很多都是早期那時 就已經跟楊家那些傳人 學習研習太極權的 而到了今時今日 我剛才說到 整個香港武林總體來說 正在萎縮的 唯一的例外之一 太極權 絕對不是萎縮的 越來越多人學 那是因為這件事和技術 和本身的社會功能 是轉變了的 所以也都見到 我們很多師傅裏面 不是藏縮屋幾位 但也都是很多坑間師傅 他其實學太極 真是一技堂身 沒有太極權 找不到成 師傅你再補充 這個太極權 個個有勇生 健太草仇 個個都是這樣想的 其實每一種功夫 每一種運動 對身體都好處 但這個不得適動 不要過弄 那些功夫都是的 有功壽命 即如我研究 我迷你 大家看見 特極權的宗師 的壽命 不夠林檢 為什麼呢 一定有原因 林檢那些 剛才說 林總師傅百多歲 他才九十幾 男派個個照舊 那些九十幾 為什麼呢 一定有原因 你媽媽學過林檢 那個底多深 那為什麼現在他用太極 他想放鬆 但現在個個太極 太極了 變成堵 現在個個精神緊張 工作壓力大 營養豐富 那你之外 就想摸啊 便摸啊 鬆了 有沒有呢 變成你收入和支出 就不得平衡的 很多個都是這樣的 你打一下 程座 浅章 死啊 電話器康 股票 那你怎麼連呢 因為所有的功夫 多數的子組 都是農業社會 農村社會的 那時候大家的生活 很悠悠的 找工作的興趣 做了運動 是很功夫來的 但是現在幾多個人 讀到什麼事呢 幾多人有三公園走 就很少的 大家在找啊 哦 你是失誕的 我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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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啦 救我啦 他是師父啦 死火 他又 阿英三你又幾年 何年多呢 他又說死師父啊 這樣就多好啊 那他就加我啦 他又做師兄啦 哥哥啦 紅毛都說的 你這個太極你就知道 這個軒子又不敢 那當時 當時 當時 當時中國不敢看處呢 就算了 國國不認識太極 真是覺得好 因為我失誤 有豬家才出來做教 那現在不是啊 街頭紅尾啊 公園啊 李河河 河河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你說十個九個呢 可以玩山頭過頭 有數的 太極紅 所以不是說太極紅 太極紅 太極紅 好功夫來的 如何得法得理 是這麼多 事間所恨呢 我們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其實有兩條問題的 就回應我們今天講了的主題 香港武林的金色 我就講了我的觀點了 但是我覺得呢 其實幾位師父 都可能是 還有些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經歷是怎麼樣呢 香港武林的金色 從你這個角度 就可能小師父從來參與駁經 看上香港 鋁塘駁經 是曾經是 槍盛了一段時間的 也都說是 香港代表整個華人社區 用國術鋁塘這件事 去尋找一個新的 現代化發展的方向 到現在基本上不存在 可以這樣說 就比較 因為呢 在時代的轉變 然後呢 潮流 好像是 我們 我本人 七二年 開始 上來 打了 打了 一路一路 演變到 現在 今時今日 又 那個過程呢 就由 自入撲擊 跟著 泰拳 現在呢 就去到MMA 就是終極格鬥 但是呢 在國術方面 現在都有 現在都有呢 還是 最近呢 有個同學呢 就 參加這個 國術比賽的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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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上面 操練 那 我又 見到他們 這麼有興趣 那我也要走去看 那 他們 看到呢 他們 他們 從 七十年內 到 現在 二零一七年 已經是 去了四十幾年 四十幾年裏面呢 那個轉變 那個轉化呢 不大 他們 他們 有很多 少少 很多少少 但是 還 還是 戴著 那些 有頭盔 有 太空人 太空人 有多打法 那 其實根本來說 我 初初上門了 已經 那些 本身的主辦者 那些主席 講的了 我其實根本 頭盔 說就說 拿來保護的 其實根本來說 是很阻礙的 是很阻礙的 反而 在 權政上面 在權政那裏 做好些 能夠控制一場的比賽 保護不了權手的安全 就是最重要的 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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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護具那裏 那裏 那裏 幾十年都用這些 那裏 那裏 真的 那個進步 那個進度得太 太慢 那我們 也 因為 本身 我們 國術 出身 那我都希望 國術 呢 就 有 希望我們 可以 進展得好些 那裏 那裏 我都要開心點 那裏 那裏 主要的 一裏 我 我 我覺得 郭術 應該要繼續 化儡 系統化 和 教學的 其實最重要是政府封面的知識才能分辨 場地最重要是這種東西 你有沒有這些局勢在三幾八尺的房子裡面 有想要交租 想要下居又加租 那些連接啊 救啊 你就沒有這麼心機 還有很多那些兵器或者跳閘多些在這麼小的地方就不可能交 所以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那個環境和本身的存在這個事實 所以差很多 其實我也明白的 即使林祖師傅不帶領 他在館有多大的 去過你就知道 其實我們打的拳 比如說公事復復拳 走很多 打到某一個位置 我們就停下 在那裡停下 又退下 再入那點再開始過 因為地方有問題 如果你說試試在公園 練一下拳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試試在羅湖 三十秒左右 石飄應該到的 所以這些都是很大的限制 林祖師傅呢? 林祖師傅 其實我想問一下 因為夏家功夫可以說 香港扎根最深時間最長的一個武術系統之一 但是隨著時間 也是說二十世紀中 雖然繼續有發展的生意元素來的 但是其實也是近三四十年 也是每個都比這麼嚴重的一個文化體系 隨著 直到十幾年前 你開始提倡一下客家功夫出來 很多研習者才覺得 我練的原來是客家功夫的 到現在成立了客家功夫 不但現在會了等等 你覺得現在客家功夫在香港的生機是怎樣的? 其實說真的 我都不喜歡的客家功夫 在年8月我還沒做過 我還沒有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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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種 不過是一個人 我還沒有做過 除非流水到今時今日,他的徒弟都想到剩下 有幾多人在那裡上去,只有我師父一條水 其他人有過在上水之家 但他的徒弟都很少出來,他都說二人不其乱,考打功夫 就不如說要收錢 而以前的黑家功夫,最多人學的有利家教 利家說很早進來,有鐵牛,豬家道路,有廉家教 大家不知會聽到的浪漫教 浪漫教特別是女人,我們的浪漫教,功夫真的不差 而黑家人的功夫,當時有林家教 而林家教,今時今日,在香港有一個教 在哪裡?在慈人生的 他八十多歲,大學校,不多人 天又大學 天又大學 早期很多人 有一個叫黃教 他當時被賊打死人 為什麼打死人? 他有兩個賊,然後就在那裡指那些薄 他當時放在那裡,就唱出一支槍 但他不會拿一支槍 其他人家拿一支槍,他不知道 他就打死人 他這個時候 他在什麼時候呢? 因為為什麼我知道這個人呢? 他本身是在學鬥對著他 叫私人 那條村人 他我的一個徒弟 他就三十多歲 但他的阿爺 他就請這個房居 這個房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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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不是鐵雅當落 還早到那裡 當時有些豬家房居 豬家房居 很早 但為什麼現在呢? 現在可以這麼說 豬家小人出來 領家房居 找不到 流氓家 找不到 還有一個垃圾家 又找不到人 但是找到那些 流氓家房居 他不出來 所以我們下家 阿姑姑去 歷時找那些人 其實好像 有些人真的不出來 為什麼呢? 我叫不出來 叫他出來 那一刻 他不要 變成 原來我們 暫時找了十多功夫 還有那些 家派的 連家教 周珠和連帝 林家教 你看 正式早期的 那些 如果我們 還繼續 去找多些 研究 幾個房居 找很多人出來 很多交談 不是只要加工夫 還有很多交談 是會 集絕了 這樣 相當總結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一下 我想每個單位 都有可以貢獻到的地方 無論在擂台上面 配分上面 或者在一個承傳上面 紀錄上面 以至是聚集社會的動力等等 當然 我們坐在這裡和大家說 自己一定是很深信 武術的重要性 對社群 對於中華文化 都是重要的 但是 承傳的方法 我們只能夠講述我們的意見 今天很多謝大家 趙先生 最後 在座的觀眾 其中一位 一個要求 就 多謝各位師傅 珍貴的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歷 其中一位師傅 可以示範 或者講解 養生寶劍的建議組 養生寶劍的 room 養生寶劍 養生寶劍的 養生寶劍的 要師傅 師傅 師傅 是嘛 師傅 也有的 我那個 養生寶劍呢 就 也有 由我集沒這麼久 這樣這間養生寶劍呢 就是我的熱身 那個熱身由頭到腳趾 浪費少許 阻擬少許時間 因為 不好意思 應該沒有 沒有 是一天的 應該 應該 可以落場 大家跟著 首先 我所教的東西 可以教 是 給以前的學生用的 現在下去 對 首先 從頭開始 首先 兩邊 大約做多少度呢 每個環節做十至八下 然後回到逐間 上 下 上 上 上 重複再做 每個環節做三次 現在我簡化了 然後做完兩邊 上下 每個做三個程度 之後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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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下 下 下 每個環節是循環做幾次的 然後前後做完這個 然後到腰部 腰部開了一點 放這個 左右都是這樣放的 大約是十下路轉了拍 然後再轉發 又是循環這樣做 做完這個 然後就OK 一路往往跑 然後到腰部 就提身 提身這樣做這個 做完這個之後 然後到腰部 就是這樣做 每一拍都會做十八下的 然後做完之後 然后再转转,然后再转转 然后再往下,就是本身的脚 首先是那个,因为现在我穿了一对鞋 这样,膝头的脚带到脚位的脚肘 然后,脚肘就带到脚趾,从脚趾踏到脚趾尾 这样转转,最初是向外转 一定要用膝头的脚带到脚趾,然后反方向右是这样做 做完左脚就做右脚,又是这样做 好了,做完所有了,然后就做右脚 脚趾踏着,是靠脚趾来的,是少少硬的 好像转车那样,就是这样做了 这个人口就做到脚,做完了 然后再做拉筋路了 然后放了它,放松它 然后收起来,让它插去 然后放这边,让它拉筋路了 然后再看一只脚,一只脚,拼帮你的脚 然后再做门脚,又是这样做 就是这样做,全都做了 我们今天这一拍,由六、七岁开始做 做到六、七十岁就成功了 只不過按你自己的型號 年輕一點 十年二十歲的 當然可以按到肩膀了 厲害一點都可以 拍 開合 年紀大一點的 比較柔一點 總是做得對 這樣拍 每天如果浪費你們自己 二十分鐘就很好 多謝 今天就叫做圓滿結束 我們一會再談一會 多謝三位師傅 也多謝中文法學準備今天的整個程序 多謝